好学生们 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 我们看一看 我们考试考到Bub2 有人讲考试考到Bub2 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做复习 我们先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第七面的纸张 我们这边要表达的东西就是 这边有五个 很简单的 我这堂课的 它没有像FORM3的第三课 就是又要占领这个 又要打那个 又要所谓的那个 发生了什么黑社会的战争 等等等等是事情 在这堂课里面 我们要表达的东西就是很快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那个 通过了这五个不同的 合约 然后呢 我们的那个所谓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通过了这五个合约 我们的英国就可以得到 那四个走 今天这堂课不是讲五个走 是四个走 OK 要了 这个Bub4是有五个走的 但是今天这边这五个合约 是得到那四个走 那四个走只要去背 OK 就是我们那个所谓的TKPK TKPK的定义呢 就代表着我们的TKPKPKPKSho 简单贴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所谓 kişi 因为他们毕竟是靠近那个泰国的 就是因为他们靠近泰国 所以英国就直接用了一些所谓的合约 这五个合约 12345来得到这四个走 这样我要跟你们讲一讲东西 就是这个Begjanjan第一个 其实他没有什么注重的 这个Begjanjan Bernay 1826 没有什么注重他 然后for这个所谓的Begjanjan苏立 Begjanjan Seng Paddan Begjanjan 1902 Begjan 1909就是我们比较会提到的 会说到的就是1234这四个 OK这四个 OK so另外一个东西 我要称赞一下那个英国为什么 他很有耐心 什么很有耐心呢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1897 1899 1902 1909 他通过这四个合约 而且时间点 1909减掉197 来数学 学部人写一写数学字 很有耐心 他等了这么久的年份 他就是等一个机会 OK 等一个机会来占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四个族 他不是说放弃 而且他又没有用打仗 流血 杀人 的这个时间点 你们自己算一下 1909减掉1897 他等了几久 嗯 真心想了 OK 他们用了多少年份签了这个合约 他们用了四个年份签了1234 就得到了这四个族 加起来多少年呢 你看1897到1909 加起来这个时间点 减掉的是大概12年的时间 他们用了12年的时间 得到四个族 可是 值得讲的东西就是我 没有杀过一个人 没有流过一滴血 他们就已经占领了这四个国家 OK 所以我们看一看到底他有什么厉害 什么颈可以得到这四个 那 所以第一个的合约是1897 可以在这边看得到 那个合约1897 第二个合约呢 就是1899 第三个就是1902 那 重点不是这三个 重点这三个呢 他你会看得到就是说 他比较多是 插台 跟那个所谓的英国 跟那个 泰国英国是拍马屁的一个 他就跟泰国讲泰国你很强 你很gank you are so strong OK 他就插海 在那边拍马屁 拍泰国的马屁 所以1897呢 他就拍这个所谓的泰国马屁 这个也是 他跟泰国拍马屁 这个也是 可是 这三个算是一个小小的设下了一个陷阱 他就讲 我是英国 我跟你泰国做朋友 我签这三个合约呢 就让你感觉上你拥有了 那四个走 让泰国拥有这四个走 什么 肯达 承仁卡路 肯达 还有这个所谓的那个 police 他觉得泰国觉得 哇 这个英国很好 可是他放了一个条件就是说 只要泰国 他跟 有外面的国家 或者是只要泰国跟 其他的西方国家 法国啦 荷兰啦 打好关系的话呢 这几个合约就全部被 wave掉 而泰国 就要把那四个走送给这个英国 那个什么送啊 就是这个1909 所以呢 这个英国就用了这几个合约 跟泰国签 表面上 泰国看了 哦 我跟英国是朋友 英国只是我拥有这四个走 表面上 里面有很多陷阱 因为英国是英文嘛 里面有很多陷阱 就是泰国可能会 miss掉 一些陷阱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所谓的那个 你不可以跟 别的国家 谈生意 关于到这四个走的东西 如果有 你就违反了这边的合约精神 一违反了合约精神呢 我英国呢 就有办法把这四个走 从你泰国的手中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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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过来这边 OK 明白啊 那 所以我们看看这边 好 我们看看这边啊 第一个合约 1,8,9,7 1,8,9,7 来读第一个 换人啊 英文 做starting 读一读第一句 跟第二句 还有第三句 短的短的 放心 英文来读 是 18,9,7 我们看看这边的讲法 就是说它会包括了英国跟Siam的所谓的国家在里面 在1897年的4月6号有一个所谓的合约 没有外面的瓜色会扩展那个所谓的影响力 在肯达、可兰丹跟德仁甘露 看到吗这句话 看来讲这个 没有人可以去扩展那个影响力在肯达、可兰丹跟德仁甘露 就是说我本身 British他认同向管理这四个走 你看这一句 就是说英国所作 英国在这个句子里面讲 就是说我可以签合约 这个合约是很机密的 树立的意思叫做机密 有了这个合约过后 我要跟你表达的东西就是 这一个所谓的合约签了过后 你泰国 你泰国 就是可以拥有这个 没有别的国家可以占领这四个 因为你就是这四个的主人 我泰国听到飘飘然 很开心 很开心 我这样子来鼓励我 有点开心 可是这个是陷阱 因为当泰国如果跟别的国家 卖一些国家的土地给法国 卖一些国家土地给那个 所谓的荷兰的话 这个合约就叫违反 这样他就要把这四个桌给红出来 OK 第二个叫做所谓的本将将审法弹 就是边界 边界的这个所谓的合约 时间点是1909 OK 1909啊 不是1909 sorry 1899 OK 1899 1909是最新的 最后的 那这个合约过后呢 他们里面要表达的就是 他们是包括了这个 Kritish跟Siam在里面 他们本身呢 签的合约是在这个 1899年 的这个所谓的那个 11月29号 OK 这样里面做的东西是什么 Mnetabkan Sambadan 他们要注定那个所谓的边界 for Pera的 OK 这个是英国之前占领了的 还有那个所谓的那个 巴汉 这个英国占领的 然后这个泰国也是有这个 克兰丹 德仁加图跟科大 他就跟他讲 泰国我英国跟你分好 那个边界 画地图 我帮你画地图好不好 Pera这个地图是我帮你画 巴汉是我可以画 这是你的国家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我没有叫你 你没有叫我 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泰国听到 很好很好 给签合约 OK 签了合约也解决了 这个Pera 在英国 在英国 还有这个Roman 给这个向管理的这个事情 向 Roman应该是这个 Ked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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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间的那些所谓的 走啦 第三个合约呢 就是1902 OK 这个第三个合约的pattern呢 就是 Beng Istihara'an Pretish Siam 就是Siam跟英国 在成立了这个合约 OK 在1902的10月6号所签 Siam 看清楚啊 Siam 看清楚啊 泰国将会掌控着 OK 掌控着 这个所谓的那个 泰国将会掌控着 这个所谓的那个 外交关系 OK 泰国将会掌控着 那个所谓的那个 外交关系 Bethrin这个所谓的那个 Kelantan 跟这个所谓的那个 Terenganu 这个 外交关系 你把我讲完 OK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Siam akan mengawal 合约的 Kelantan 跟Terenganu 他在掌控着 这个外交关系 那 下一个点 Kelantan danTerenganu tidak boleh menyerahkan Koncesi Kelantan Kelantan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但第一个是没有什么 他教到的 考试没有什么问的 问的是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要表达东西是 1897 英国 4号 就是跟他讲 你泰国是很强的国家 你应该要拥有 这几个 阿拉 阿拉 再有打热的国家 泰国听到 Kelantan OK 千 第二 1899 我英国占领了 Pera 占领了巴汉 你有 Kelantan Nganu 跟这个 Kedda 我们希望 我们之间的关系 可以持久 就是不要直接 因为这个 称 这个所谓的 地盘的潮 我们签合约 画地图 分好 他 好不好 泰国 奖 好 签 1902 泰国 跟那个 英国 现在英国 英国跟泰国 现在很多外面的国家 法国 荷兰 对这些所谓的国家 很有这个 所谓的意识 很有这个 所谓的 兴趣 包括了 Kelantan 跟Nganu 开玩笑 Kelantan 是一个 大的地方 可以抓鱼 可以做贸易 可以去 种到田 但我希望 泰国你可以控制 外面的外交关系 可以吗 不要让他们做生意 让我英国 跟你做朋友 罢了 可以吗 泰国讲 好 签 签一张 两张 三张 签了过后呢 泰国本身犯错了 签了过后 英国就等泰国犯错 而泰国到最后 真的是犯错了 什么时候犯错 就是七年过后 OK 就是 Banggong 1909年 在这一个 所谓的 合约的时候呢 英国 就有 这个所谓的 机会 英国就有 这个所谓的 能力 得到 这四个走 因为泰国出错了 什么出错 看看这个 什么意思 就是泰国 他跟荷兰 他跟这个法国 泰国 他跟法国签的 合约 所以 British 跟这个 他们之前的 合约 全部没有了 所以 他就要得到 那四个走 所以 英国 很紧 他设的陷阱 很强 所以 我们要表达 就是你们记得一个东西 是长大的时候 就不要随随便便 跟人家签合约 你是我朋友 跟你签个合约 可以吗 安全起见 危险 所以我们看回来 这边 123 OK 的讲法 123 Banggok 1909 Banggok 有办法可以掌控 我们的国家 没有别人的感觉 这样 比方我们讲这个 这个是第五个合约 就是你们可以写一个字 正 啊 这个合约 代表 我们的这个 所谓的那个 British 占领 直接占领 那个所谓的那个 TKPK 不是 这四个吧 OK 下去这个 TKPK 什么意思 来 全部人在 团队里面 我写 TKPK 全部人写 TKPK OK 代表什么 周 有四个 图语 Recording Progress 所以我们看看这边 来 为了确保每个人还在啊 全班人按举手一下 OK 全班按举手 全班按举手啊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 第一个跟第二个 这个1909的合约 它不是1909才签 OK 它是1909之前 也是发现了问题 就在那边吵啦 那边所谓的那个 谈判啊之类的 Adeline 也先跟宇泽 听到的话 我按起手啊 然后宇泽 读一读这个 第一个点跟第二个点 Runding I'm British OK 来 亲爱的 宇泽 宇泽没有 Mind OK 不用紧 换一换人啊 Ian 读一读这个 谢谢你的帮助 Ian Runding I'm British Runding Rundingan British Rundingan British 和Siam EH Trouble EH Trouble 的那个所谓的那个顾问 还有这个Ralph Badger 在这个所谓的英国的代表 在Banko那边所做的 一个谈判 我们看一看下一个点 我这个所谓的6月 1907年的这个6月的事情 我们看一看这个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1907 OK的这个所谓的Banko那边 他们就同意了 这个所谓的谈判开始了 就是说他们讲 因为你看 由于你这个所谓的 像违反了合约 跟那个法国那边做生意 不然就是法国啊 所以他们就要有一个 所谓的谈判 是否应该把这4个州 它随给这个所谓的英国 OK他们的pattern是这样子吧 等到完全是这样 所以我们写一写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个 讲法我要表达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像 它由于 我们写话一次 由于这个像 和英国以外的国家 就是法国 OK 法国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这个pattern 等一下我问你们 法国的国语之家 我问你要给我写pattern OK 由于像和pattern 就是法国了 OK 他们求这个所谓的那个 有那个所谓的那个合约 给签别的合约 所以 所以 英国就是british 他就要跟那个谈判 OK 谈判 以得到 这个所谓的那个 谈判以便 得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啊 那个所谓的那个 四个tkpk 所以如果你有上我的课 才知道什么叫做tkpk 这些东西啊 没有上过我课 不知道什么的tkpk啊 要注意这个点 alright so在这个所谓的1907的 9月13号终于谈判了 啊 哈斯拉 英国的这个医院呢 就把它给传达 给这个所谓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 那个泰国里面的一个部长 就管里面的内政部长 给他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医院了 然后搞定了过后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那个 11月1907年的 这个所谓的11月 哈斯拉 英国的医院呢 也传达了给这个 所谓的泰国的国王 OK 到最后 嗯 呃 同意了咯 泰国讲 OK咯 你们都这样子就讲了咯 没办法咯 这样我唯有同意咯 所以我们看啊 在这个January1908到1909 他们就有一个Draft Draft的意思叫做草稿 Draft的意思 就是一个所谓的草稿 他们就有一个草稿 而这个草稿里面呢 诶 草稿叫做草稿 草稿 诶 草稿 哦 草稿 哦 哦 哦 OK 就是一个草稿 关于到他们的那个 所谓的合约的东西 Draft的 Support Deperset Draft的 Draft的 Bullan January1909 就把他四个州 给得到 没有打仗 没有流血 没有那个黑社会 没有那个国王争夺王位 Apabun Tad的 合约 Agreement 就通过这个方式 得到这几个州 OK Can follow 那 所以我们走 下一个 OK Semak Jepad 4.2 我们来了解 了解一下 For这个 Nyatakan 或者是Namakan Kuasa Kuasa Lua Yang Mahu Mluaskan Bengaru Keteranganu Blao Langkawi Ujung Salam 就你们可以检查 你的笔记 或者看一看 你的课本 来跟我讲 那个答案 答案一定是在 4.2的部分的 没有在第3课 第2课 然后下一个点 Apabun Tad 这个你跟我讲答案 我先讲 第2题 第3第2答案 Apabun Tad Slogan Yang Dekuner Kan British 就是英国用了 什么Slogan 来扩展 它的影响力 叫做 Bervant Orang Budde 白人的压力 然后第3 Mengapun Tad Slogan Dekuner Kan 给我写一写 这个 Menguasjakan Dekun Dekun British OK Untuk Menguaskan Pengaruh D Negeri PKPK OK 第一题 你是一个 我讲答案 其他的 我都写 谢谢 答案 ABC 我 我 谢谢大家